好,你告诉我姐姐什么问题啊? 我想请外星人帮我清除生肌里的癌细胞 我看到那个长江水啊 一开始看到那个长江水什么也没有 只是水而已 突然我就看到上面飘了好多那个叫那个佛品啊 我们那边叫水葫芦啊,飘在水面上 但是呢,但是啊,她说长江水是在流动的话 如果在流动的情况,这水葫芦没法长的 那个水葫芦是长不起来的 如果是在流动的情况,水葫芦是长不起来的 只有在内核里边,几乎出于静止状态才能长 出于静止状态才会长 所以啊,她说了一个就是说人在活的 障碍之下,血液在流动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没有真实意义上存在的癌细胞 这个我不懂啊 她说没有真实意义上的那个癌细胞 如果所说的癌细胞的话 只是绝部地区 绝部在一个地方 一个病变 而这个病变呢,往往是被那个 被那个外领掐坏的 被外领掐坏的 而不是在血液里边流淌 就 如同 不像那个 长江里边 在流淌着 好多那个沉活的那个活品啊 长江这么长的水是 流动起来活不起来的 只有在内核 干净在一个地方才会有 就是说一个器官在绝部有个地方不流动的地方 才有那个癌细胞 它不可能在血液里边就流淌 那不可能流淌的话 就不可能从一个地方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就这个意思了 这就明白了吧 这个好像是先告诉我们 那个癌细胞 不会流淌 不会像那个水一样的流动 流淌 首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它都是 我们所说的癌细胞 都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 就像那个内核 一条小河里边 几乎处于禁止上它的地方 才财上那个水葫芦 水葫芦知道吧 一种那个 浮在水面上的 一种植物啊 飘着走着 水着水啊 但是大的流动的 那个长江里边就不会有 不可能在那边存活 也就是说 你刚才说清楚 清楚癌细胞 癌细胞 实际上是一个 不存在的概念 你描述的那个 你刚才所说的描述的时候 它已经听懂你的意思了 你以为是从头到脚 有很多地方散在的 它告诉你 因为血液在流动 流动的血液就不存在癌细胞 所以你脑子里想了 从头到脚 可能好多地方存在癌细胞 这不可能 首先告诉你 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 虽然你警官上没讲 它已经听懂你的意思了 你以为是从头到脚 好多地方 所以你希望它把你 全部清理一下 它首先告诉你 不可能 而不是说 不可能把你处理 而是不可能成成这样的癌细胞 那么 它所说的情况 只是在觉悟 在哪个地方 是病变了 是病变了 掐坏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看到有一个手在这里掐 看到一个手在这里掐 在这里掐 在乳房那个卖车棒里面掐 这可能是以前没处理过的 现在还留下的在 在那个 在 这个时候看到一层猪啊 人家在捕它的那个猪皮啊 在捕它的猪皮啊 嗯 它在乐部的外面 这样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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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到的是在 在 现在我看到这一摸 像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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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看到一头猪啊 头昂在那边 一头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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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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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猪的时候 是一个小猪啊 一个小猪 然后就慢慢慢慢变成了 一上皮鞋了呀 这是早年了 早年了 现在 现在 然后穿那个 现在是人家所说的 穿的牛皮鞋 这好年的时候 人家那个 就是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那个 穿的鞋子是 穿过去上猪皮鞋 猪鞋 猪的皮鞋 你穿过去上猪的皮鞋 那猪的皮鞋 就是活生生的 人家把猪身上的皮 拔下来了呀 就这样拔下来了 因此 你把它拔下来了 拔下来了呀 拔下来了呀 就在这边拔呢 是在肋骨的外面 哎 就这个 从那个 鲁房那边 开始拔起呀 鲁房那边开始拔起呀 拔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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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往下拔 然后 然后放下了 这个动作动作放下了 再拔皮呀 拔皮呀 拔皮呀 所以你那个 这一条线会痛吗 因为那个 你曾经 你穿 这一条线啊 这个是拔皮不出来的痛啊 曾经拔了那个 小猪的皮呀 小猪的皮呀 然后这个 现在越来越看里面 是不是叫铜鞋 小孩子的时候穿铜鞋呀 也不是你穿的 还是你给你的后代穿 还是你的长辈给你的 给你穿 这个他就 目前没提醒 只是拔了皮 穿那个铜鞋 这样就是 往下 这样呢 神奇看到了吧 拔了猪啊 拔了猪啊 然后啊 然后 我就看到了 看到那个 拔了皮下来以后 用那个线 给它缝起来 比较粗的线 就缝起来 就缝成那个鞋子 这个地方 把它结构地点起来呀 所以呢 这一次 你身上中有刺痛 这一次 有刺痛 这一次 有刺痛 这个痛是在那个胸腔外面 不在胸腔里面 在胸腔的外面 在胸腔的外面 今天讲的是 今天讲的是 胸腔的外面 然后呢 这个右边 从上到下 这里有痛点 痛点 但是呢 那个神经呢 现在告诉你 神经呢 从那个内骨里面长出来 从内骨里长出来 从内骨里长出来 长出来 然后那个神经呢 就跑到那个 接触那边去啊 这个呢 感觉就 没那么 精确 就比较痴症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总感觉到那个 胸腔里面痛 实际上这个痛 静静描述的这个痛 是在胸腔外面 但你也都不以为 在胸腔里面痛 嗯 你也都不以为 在胸腔里面痛 嗯 嗯 所以呢 你一直讲一讲 一直以为 在胸腔里面 他告诉你一个是 如果胸腔里面的话呢 如果胸腔里面 还有问题的话 应该有 现在也存在很大的戒水 如果心胸里面 现在就没有 存在很大的戒水的话 那更证明了 他是胸腔外面 就在胸腔里面 就在胸腔里面 对 对 嗯 嗯 他在那个外面 那么 现在就告诉你了 就是曾经 曾经 有一参铜鞋 是用那个小猪皮做的 嗯 哦 那搞没有了 你就 你就对那个 先进座妈妈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的小孩 拿了 做成铜鞋 对 我不应该把你的小孩 拿来 做成铜鞋 对 我不应该把你的小孩 剥了皮 做成铜鞋 我不应该把你的小孩 那个剥了皮 做成铜鞋 你记忆当中 或者你生活经历当中 或者你工作当中 有没有涉及到那个剥皮之类的 因为我现在看的不止一伤了 没有是吧 因为我现在看的不止一伤了 一开始看的一伤 后来看的不止一伤了 不止一伤了 那么就是说 哎 我们原来有时候 讲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闪到杀生的时候 不是只是杀的人才有 有问题 吃的人也有问题 你知道吧 就没有吃的 就不如杀的 就严串的 那么你串的这个鞋子 就也会有问题 你先想到这个 不要以为一通你没关系 包括你脑袋里想到一通他没关系 就能感应到了 嗯 你就说 你现在说 你现在 你只能说 我确实 买过 皮鞋 我确实买过皮鞋 嗯 对 今天常常还不是讲的牛皮鞋 是个猪皮鞋 这比较早的时候 猪皮鞋没有那么牢固 但确实有这个事 不然他不会找到你 你现在不用想什么时候 你现在不用想什么时候 把这个事 正诚地说 让他离开就好了 这一带痛了 这一带痛了 而且他很明确地告诉你 很明确地告诉你 痛的时候是在外表 当然你误以为一直在胸肛里面 误以为一直在胸肛里面 哦 嗯 嗯 嗯 你说 对不起 如果我看到人家这么残忍的 来剥你小孩的皮的话 我肯定不会再穿这个皮鞋了 哦 对不起 如果我看到人家这么残忍的剥你的小孩 我肯定不会穿这个皮鞋了 哦 你说 假如说我看到这么残忍的 把你的小孩的皮扒掉了 做成鞋子的话 我绝对不会穿这样的鞋子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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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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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现在 我现在 现在我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 现在我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 我现在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 我现在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是一趟红鞋 还是小孩子穿的鞋子 反正你想要是纳上鞋子 你说对不起我现在把鞋子上面缝的线把它拆掉 对不起我现在把鞋子上缝的线给拆掉 那个拆线的时候就感觉瞪痛原来是刺痛 你知道吗有刺痛吗缝进去的是刺痛 现在把线拔出来是瞪痛 但是没有原来那么痛 原来是用针让里面刺的嘛是刺痛 但现在拔的时候是瞪痛 你说我小心翼翼的把它 你说我现在用剪刀把线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我现在用剪刀把线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为什么呢你本来一长串在抽的话 弹痛不是经历的时间更长吧 就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话 你就是像那拔的过程中一点点 你说对不起我现在 现在我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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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紧矮的皮肤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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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内侧也是紧矮的皮肤剪了 我内侧也是紧矮的皮肤剪了 我内侧也是紧矮的皮肤剪了 我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拔出来 对不起,让你造成痛苦了 对不起,让你造成痛苦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也很心痛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很心痛 然后你想想拔掉一根心的时候 你到这个位置了,看得见吧 拔掉以后,痛了一下,后来就不痛了 然后再拔掉一根心,再完成就不痛了 再拔掉一根心,再完成就不痛了 你说我很认真的拔 对不起,让你最后再承受一次痛苦 对不起,让你最后再承受一次痛苦 然后又拔,你说我已经把线都拔下来了 我已经把线都拔下来了 我现在把线都拔下来了 我现在把线都已经拔下来了 我现在把线都已经拔下来了 然后你说,我把你小孩的皮换到他身上 我把你小孩的皮换到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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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用無痛浇水把它沾上去 我用无痛胶水把它沾上去 原来是正缝鞋子真的很痛 现在你说用无痛胶水把它沾上去 我用无痛胶水把它沾上去 然后那个皮就慢慢慢慢恢复上去了 你说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对不起 对不起了 你那个痛一种是缝的痛 另外一种是剥皮的痛 还有一种是猪巩固来的痛 那它剥皮的时候猪就是巩固了一下 这样你痛得比原来间隙性的会痛得厉害一点 那间隙性的痛得厉害一点 像这里啊 突然像被推了一下子的 这个是猪巩的 大猪来巩的 大猪来巩的 然后你把那个皮还给它一个 还给小猪一个 把皮还给小猪一个 把皮还给小猪一个 那个大猪啊 就不来肚腻了 然后那个 这个动作可能比我们不太多见 那个猪不太愿意舔 猫喜欢舔东西啊 舔的是很友好的把那个消毒什么之类的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猪一方面在给它那个小猪在舔啊 舔的同时把你这个是 内上的伤口啊 它也给舔了一遍 这个是来修复的意思啊 来修复小猪的时候 同时把你这个也修复了一下 你现在我就今天我看到的是 你在那个 肋骨的侧面 右侧面 是侧面的痛 真面不同 那就这条线了 你看到吧 今天就是讲了这条线 一条线 一条线 然后你随着它慢慢慢慢舔了 这个疼痛也消瘦掉了 这个疼痛也消瘦掉了 这个疼痛消瘦掉了 然后那个 那个大猪啊 带着小猪就走开了 你这个身上是猪磷 把那个大猪带着小猪就离开了 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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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我就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天空中的那个飞碟 天空中的飞碟 然后他再仔细从上到下 给你扫描了一下 告诉你 就是说不是你想象的 从这道教存在很多的癌细胞 没有这回事 再谈料一下 没有这回事 所谓的癌细胞 就是说绝固 省伤了 然后医生诊单位的癌细胞 不是你想象的这个癌细胞 从这个地方串到那个地方 到处在串 在学院里边流淌 就像长江水里边 那些水湖的那些活品 那种植物啊 到处在飘 它不是这样的活 嗯 飘不起来了 首先告诉你 你说我明白了 我没有那么多癌细胞 我明白了 我没有那么多癌细胞 嗯 然后你说 我也明白了 我的病灶都是局部性的 我也明白了 我的病灶都是局部性的 嗯 这个病灶就是被人家曾经 我做出的事 人家来报复引起的 这个病灶就是 曾经我做出的事 人家来报复引起的 嗯 对 你现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明白这个道理啊 首先你也不要太悲观 他就跟你看过了 他说没有什么 从这到这都是那两个癌细胞 只是 只是 全部的 呃 就一个在外里引起的 一些问题而已 而且 各个之间 就像在河里 小湖里边 小的沟里边 小水沟里边 尽量不流淌的地方 长了一些活品一样 没有跑到大河里面去 没有说从这到脚 那么多 你误以为是从这到脚 有很多 他说不存在 嗯 嗯 而且他告诉你一个 实际状况 要比你想象的好 嗯 嗯 你说我明白了 我实际状况 要比我想象的好 嗯 我明白了 我实际状况 要比我想象的好 嗯 只不过 事情多点而已 明白吧 嗯 你说我明白了 我只是事情多一点而已 只不过事情多一点 嗯 只是事情多一点 我明白了 只不过事情多一点 嗯 但是没有想象的 能从这个地方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嗯 你也说我明白了 我并没有从一个地方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明白了 我并没有说从一个地方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嗯 现在我看到了一个舞台上 只是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了几个节目而已 嗯 嗯 就是 就是 我并没有看到 嗯 你说就像舞台上 就像一个舞台上 只是同一个舞台上表演了几个节目而已 嗯 对 就像你表演了几个节目 不是说全程窜到的 只是说同一个舞台上 今天表演这个节目 明天表演那个节目 后天表演那个节目 只是这几个节目多一点 但是还是数得性的告诉你 这几个节目还是数得性的 嗯 哦 你说我这样 我就更放心了 哦 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嗯 他告诉你就是这样 而且那个 那个猪啊 你走了 今天是出遇到的是猪 今天是出遇到的猪 哦 哎 是猪猪猪猪猪猪 搞了那个同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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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看来我那个肋骨这里的那个痛 就是 就是今天的那个 哦 我前 前段时间不跟你讲 那个 那个 右边那个肋骨 肋骨这里 有的时候会痛吗 哦 哦 因为我你说的太多了 这边痛那边痛 我都分不清楚在哪里 它其实分得很清楚 是在肋骨的外面 你问一下内股呢 哦 原来你自己描述 总是说的是 内股里边有一个什么 器官上的问题 肺伤或者是哪里 但今天很明确的告诉你 是在那个体表 就皮的地方 相当一样 嗯 就相当那个 剥了骨骨骨 是在肋骨 内股外面 剥 这样内股的外面 嗯 嗯 而且呢 他告诉你 总体来告诉你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是数得性的 都是无数的 你自己想象的 从头到脚 血液里边都充满癌细胞 这边 串到那边 你想象这样的 他还告诉你没串 没了 对啊 没了 我现在一直在看看有什么 除了一个飞碟在天上 告诉你这个信息之外 那个住准快的一个 就定格在那边没了 没了 另外一个舞台 就是上个场景 一个飞碟 住舞台 那个舞台上呢 表演了几个戏 包括以前已经排过的戏 反正住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舞台代表的是你 没了 没了 现在没了 没看到什么 我这个的确 内骨 内骨这里 就是骨头的那个外面 有的时候按一下 就是 就会痛 按一下就对上来 而且 我都感觉 我都感觉 我右边那个内骨的 就是骨头这里摸上去 就好像有点 跟左边是 有点不太一样 嗯 有的时候就 所以 本来是 怀疑是 可能是 有那个骨头的 那个转移的那种 对啊 所以你说 你怀疑转移嘛 他就一上来 他告诉你 不是没有转移 也不存在转移 你是独立的 独立的一个个世界 独立的一个个世界 只不过 你身上的事情多一点而已 就没有说 这里连到那里 然后转这边转移到那里 都没有转移 这个一上来就告诉你了 所以 我一开始 看到那些长酱水的时候 我怀疑看错了 怎么会 长酱水里没有 啊 不是说怀疑我看错了 我怀疑他拿骗子拿给我拿错了 但是从来没发生过 只不过他意外了 再一看就告诉你 这个道理一个 我就明白了 再一看是那个 剥那个 剥那个猪皮啊 就在这个 这也 不敢从你对上 不会臭的 有时候 有时候 自己我 我就觉得 是不是搞错了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再看下去就感觉 哦 不会臭 嗯 没有了 所以你发现 而且都是右 嗯 对啊 对啊 现在我转给你看 就是右边嘛 就这里 剥皮的时候 从这里开始剥起来了 嗯 就所有的 那个 那个 现在发生的 所有的那个 全是在右边 嗯 他只是告诉你说 事情录进来 没有说 这个创造那个 都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世界 只是在传播舞台上表演 演了一遍而已 这样的话 你放心 这样有底的 不是有底的 不是有底的 按照你原来的说法 好像没完没了没底的 被你说的 我也蒙掉了 我不是 我一个好的 一会儿又又出来 一个轻快 嗯 就像舞台上 你那个 你那个舞台表演的 那我 嗯 寂寞比较多而已 还是有底的 不是没底 嗯 而且前面 好多事情呢 涉及到了 涉及到 涉及到内脏 以前啊 这经济就呈现是在外表上 外表上 那可能就是说 那个外表的神经 比较 比较敏感 敏感之外呢 但是呢 传到神经后面去的时候呢 就分不清是内外了 所以呢 你总是误以为 是在 冲腔里面 他这个都告诉你了 你的想法他都告诉你了 哦 不是 有的时候 就是 这里痛 那里痛的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皮肤表面的那个痛 都已经分不清了 哦 对对对 也不知道是哪 对 他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 对 嗯 也不知道是皮肤痛还是 还是那个里面痛 嗯嗯嗯 对 反正那个 现在 现在反正明确了啊 你放心点啊 没有转移啊 哦 一个没转移 另外一个是有限的 而不是无限的 不是说 想想当中的无限 就没办理了 就没办理了 哦 哦 又又少了一个 哦 又少了一个 哦 哦 我通常说了 正常时间的时候 都没有出现新的东西了啊 哦 哦 嗯 那这个就 这个过来 这件事就这样了 哦 哦 那你先关吧 哦